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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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我是維尼 畫面上不用多說 就是我們最近最耐玩的遊戲 PS5 艾爾登法華安的限定版 結果我還是搞了一套來拍給大家看啊 只能說這個限定版還真是很少 那我也有拿到數量更少的預約課點喔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那簡單來看一下外盒的部分 那正面的話呢跟一般版一樣 然後呢側邊的話 這邊也有限定版一些內容 包含它的外盒啊 然後畫側跟公仔景品 這樣還有鐵盒 跟最重要的遊戲 那背面的話呢 就是它的內容的一些介紹 那我們直接來拆開吧 那打開來後呢 畫面上就是我們所有內容物 包含公仔景品 然後這一盒呢 應該就是遊戲跟鐵盒還有畫側吧 然後上面這個則是預約課點 那我們直接來開箱給大家 首先這個很有質感的盒子呢 裡面收納的就是我們的 畫側 然後再來是 鐵盒 然後最後是我們的遊戲 因為遊戲本身呢跟一般版都一樣 那就直接跳過 我們今天重點在客點 那直接來看客點的部分 首先是我們這一片黑的鐵盒 其實外盒的部分 就是一片黑啦 那一邊是它的 愛爾登法環的文字 然後一邊是它的圖騰 然後裡面的話呢就是我們的 巨大的黃金樹啦 我是覺得還可以啦 勉勉強強 好 下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本畫側啦 那我只能說呢 嗯 還可以啦 那我們直接來看吧 那直接來看畫側的部分吧 然後翻開來 然後一開始就是我們的黃金樹啦 那 然後再來是 我們初始的一些場地 然後這邊是打我們那個 接支的那個網的那個地方 然後再來是往後面那個 湖的地方 那因為 拍得耶 因為我才剛到這邊而已 哈哈哈哈 然後是 各種後面的地圖 然後是 各種後面的地圖 然後這邊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設定集 應該多少有劇透吧 所以 我快速翻好了 可是應該還好耶 大家會care這個嗎 然後 其實把一些後面 你假如還沒打到那邊的進度 都稍微給你看了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角色的部分 然後只能說 啊 妹子真香 然後再來是裡面的NPC之類的 然後這邊也是 然後這邊也是 那好像有些都是 然後這邊是武器的部分 這把大劍我有 我去最藍端去打那 那隻什麼獅子還什麼的 接下來這邊 我記得應該也是NPC 因為有些我還沒遇到 這隻我好像有遇到 這隻是不是在那個啊 在打土龍前面那個 跟我講話那個斧啊 這不是一開始那一隻嗎 欸 那時候虐了我不要不要打 嗯 然後 這邊都是敵人的啦 接下來這就是敵人的部分 這是我們畫色封面的那一隻 應該我是還沒遇到 不好意思耶 我的進度比較慢 因為 這邊就是我們等於要開箱的 公仔精品啊 然後再一隻 喔 這隻我看過 過了別人打 超強的 捏 這是畫側的部分 接下來直接看預約課點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來看的是這個戒指 我只能說 嗯 應該很小 我打開看看 我直接用倒的齁 然後他就是 我就覺得這材質應該是單純的塑膠而已啦 對 他是這樣 就模仿我們那個類似艾爾登之環的意思吧 下一個這個應該是明信片啦 直接拆吧 拆開了才發現 好像是一個 劇透的明信片 第一張這個好像我還沒遇到 然後這個 我也還沒遇到這個怪 然後這一隻 我有沒有遇到啊 我去跑場地去跑 我去跑地圖的時候 我好像有看到這樣子 然後這都帥耶 超帥的啦 超帥的啦 好窄 終於有一個我看過的 那個第二隻王 皆知啊 然後最後是我們的黃金樹啦 嗯 總之就是充滿劇透的那個明信片 再來又是我們的鐵盒啦 我發現廠商很喜歡送鐵盒耶 不過他這個鐵盒造型已經比 原本限定版裡面那個好多了 然後這就是我們帶有出現的那個 帶有獅子的那個 應該是王啊 只是我還沒遇到而已 打開來整個造型就是這樣 我已經覺得 嗯 比限定版裡面附的那個好多了 然後 內業的話呢 反而就又變成單調了 OK 那他這個就是我們鐵盒的部分 那基本上這邊都是我們的預約課點啊 接下來就是我們這套限定版的重點了 就是他的景品公仔啦 那我們就直接拆囉 打開 他是用這樣的方式喔 喔 還不錯 我就拿下來 接下來就拆開給大家看細節的部分吧 好 這個父母 a christmas this is not a christmas song this is not a christmas this is not a christmas song my neighbors come deep to see who can put up more blinding lights the kids all wish away the worth andチェーン i've been fed got cool and bass is sitting under my tree i think that my christmas has died aaaaa christmas ck 那今天的PS5艾爾登法環限定版的開箱介紹就到這邊啊 那我只能說原本那時候沒有預購到的時候呢 我是真的沒有打算再追這一套的 後來想一想呢 好啦反正這次還是拍給大家看呢 只是有點小貴耶 但是應該還可以 就當做這樣吧 這是題外話啦 那基本上呢 遊戲本身真的好玩到也虐到不行啊 那我只能說像我這種實力比較差的就是一直被虐的不要不要的 那我只能說玩這塊遊戲真的是比惡靈古堡還要刺激 那接下來我還要趕工一些其他的影片 可是基本上都是幾乎快趕不完的狀態啊對 那這點的話假如上片時間有delay的話都是請大家見諒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假如大家喜歡的話也可以幫我訂閱按讚跟分享喔 訂閱還是只能靠大家幫忙啦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幫我訂閱喔 那我是維尼 我在下一支影片見喔 掰掰